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你敢唱就可以 您的支持和鼓励还有信任 让我现在可以开心的勇敢的用音乐表达我自己 在这里对您说老师谢谢您 明月是我最爱的老师 嗨 柯老师 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跟你交流 我特别想由衷地跟你说一声谢谢 无论是在戏剧 在音乐 还是在生活当中 您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所以我要谢谢您 还有谢谢您给我机会 让我能参演您的作品 跟您一起学习 谢谢柯老师 我虽然这个样子不会让你看着喜欢 可我的歌能依赖爱的心 好小柯老师还记得这首歌吗 应该是我在音乐道路上最迷茫的那个时段 然后你写给我的 那也是因为你的鼓励 我可以真正的从灯光的暗影里面 勇敢的走出来 站在舞台上去唱我自己喜欢的歌 小柯老师谢谢你 然后可以作为你的学生 是我们的幸运 所以我们爱你 想把我唱给你听 柯老师好 我叫苏诗丁 当您在认识我的时候呢 我还叫苏丹 我想说您的音乐其实 充满了我整个青春期 最美好的一段时间 直到今天听到您的声音 听到您的音乐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 把这种听觉 转换成一种非常柔软的触觉 我想说我会带着您 给我们的 对音乐的这种情怀 继续走下去 小柯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 柯老师在我的人生路上 能够出现 能够一直地这样 指导我走下去 在这里祝柯老师的身体健康 能够出更多更好的 优秀的作品 谢谢 哎呦 没事 没事 不是 太近晃 太晃眼 有点出油啊 对对对 对 没事 哎 高压锅整鸭子 肉烂嘴不烂 嘴太硬 是吧 就是说南米其人 我觉得这不是脆弱 柯老师 这个其实是一种回报 因为你是用真心对待大家 大家就用真心的话回报给你 就是其实是这样 就是每一次 我 原来我还开过学校嘛 对吧 那个每一个学生 我都会跟他们说这样的话 我能给你的 我能做到的只不过是让你们能够和音乐离得更近 我仅此而已 我不能给你们一个光鲜亮丽的未来 但是我起码可以给你们一个和音乐认识了解相爱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机会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宝贵的 对于每一个喜欢音乐 有至于从事音乐行业的人来说 这样的机会 其实遇到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但我觉得我们看到的小柯老师在 未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给我们呈现的状态是 他拥有了非常好的音乐的经验 也站上了很好的位置 所以拥有了更好的音乐的资源跟舞台 但他非常的愿意把这些资源和舞台 跟这些还认为有才华的年轻人来分享 跟他们共同来共享 也就像我们今天说的 一直在小柯剧场 跟年轻人们在舞台上一起演出 我觉得其实这是你自己也会快乐 同时带给很多人幸福的一件事情